《神哀经》 我是Lina 李康伟 另一个作品是《神哀经》里的《教导愚梦》 其实这个作品很直接的 一说愚梦我就立刻想起儿童 耶稣其实是很喜欢小朋友 提醒我们不要阻止儿童去亲近他 因为儿童的思想是很纯洁 最容易进入天国的一群人 为我的反思 耶稣也很希望我们做这群儿童 透过我们跟随耶稣的生活 我们就成为了这群儿童 但是同时之间耶稣也很希望 我们带领更多的人作为儿童 去跟随他去过他希望我们过的生活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耶稣一眼钉 其实也呼应我另一幅的作品 《学者饮之》的作品 去带出耶稣希望我们成为这个儿童 以及带领我们身边的人做他的儿童